hello大家好 我身边这台中国制造的纯电小车 在国内售价11万台 而当它出口到欧洲的时候 它的价格高达25万 而欧洲人民呢 对它还特别满意 去年它成为了全欧洲的同级销馆 MG4BV 欧洲人啊 对车是挺挑剔的 他们地方小 山路多 对驾驶操控要求高 另外他们也认牌子 德 英 法 都有历史悠久的本土品牌 所以即便日本 美国的牌子 想要站稳脚跟都不容易 不过这对MG来说反而是优势 它现在虽然属于咱们中国上汽 但这个logo是个百年英国品牌 欧洲人民还认 但是光靠logo肯定是不够的 这个车我开了一段大概就知道为什么欧洲人会喜欢它了 它确实很好开 这个车你一上手 你会发现它完全不像一个11万这样的一个很便宜的廉价车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这个方向盘 首先造型我觉得挺帅的 上下平底 它的手感握感真的都非常好 有些10万出头的 尤其日系车 直接塑料方向盘就给你上 而且它的转向的手感 非常的轻重适中 完全没有那种虚假或者廉价的感觉 无论是阻尼还是这种 你看回馈的感觉都非常好 真的有的车你一上手第一把 你就会感受到它大概值多少钱 这个车至少是15万甚至以上的这种感觉 我相信很多人是能开出来的 第二点我喜欢就是它的底盘质感 开始我觉得一个11万的车 而且还是欧洲人喜欢的那种 那一定是帮硬 可能操控很好 但是舒适性绝对不行 而且11万 你想想 那底盘肯定很单薄 但它还真的不是 我特意去走了一些烂路 减速带 勾勾坎坎 包括这种更大的起伏路面 全是了 真的表现非常出色 咱不说能够超过20万的车吧 但是15到20万 接近20万这种底盘质感 绝对是有的 大家有机会真的应该亲自去感受一下 那如果说有一项它做的不太好 或者说符合这个10万出头价位的 那就是隔音 比如说高速开到90公里以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风噪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当然也跟它是纯电车 完全没有发动机噪声有关 所以它风噪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OK 以上是它日常的一些行驶品质层面 但如果说它想满足欧洲人 应该还得有点东西吧 我们切到运动模式 来到山里 那这台车就是会给人带来笑容的那种 而且当你想到它才11万出头的时候 你的笑容就会变得更大 我们这个上坡来加速 好刹车 进弯 这个姿态 你会感觉它非常听话 它特别的喜欢往弯里扎 这就是后置后驱的优势 把它车头很轻 而且转向特别的灵活 但同时它又不像大马力后驱车那样 会很容易出现甩尾的危险情况 你看弯里它完全不推 我真的很难想象一台11万的车 能有这样的姿态 过瘾 虽然说我们这个最低配动力只有170马力 250牛米 但由于电机的特性 它的动力来的很直接 而且它的电门调的不错 所以这种上坡的山路 你也完全不觉得它肉 很多人会说 现在电动车开着都挺好的 我觉得有电动化的原因 比如说它的电池会让车身重心更低 并且帮助增加车身的刚性 让整个的操稳变好 再比如人尽皆知的电动车动力快 对吧 但与此同时 大家别忘了 还有很多这个价位的车用的是板旋 而这台车前后都是独立旋架 同时它是后置后驱的布局 而很多车用的是前置前驱 它真的无法支撑 有这样好的操控 和驾驶舒适如此的平衡 很多人都说 中国人买车是不在意操控的 我觉得确实如此 但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燃油车时代 对驾驶乐趣有需求的年轻人 他买不起驾驶操控好的车 尤其是你想要一台后驱的 那一定都是二三十万 很贵的车型 所以当年的很多前驱车操控不错的 比如高尔夫 福克斯 马三等等 才会被年轻人追捧 而到了电动车时代 现在十一万出头 就可以买到这样一个驾驶表现的车型 我真的替现在的年轻人感到开心 虽然说现在那波年轻人已经成家立业 他们可能不太需要这种操控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正年轻的 我希望这种车型不要消失 这台车一看上去就是给年轻人设计的 而且辨识度还是非常强的 我最喜欢两个点 第一是它的车内 内饰的造型是双拼色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有活力 第二点是它的车尾 看起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过于张扬了 但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非常的年轻动感 不过在阳光下 它这块材质的太阳纹稍微有点明显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空间和实用性的部分 这车的后排如你所见 确实就不算大 我身高女巴坐这儿 腿部空间这样的 头部空间这样的 不过有一说一 它比我想象中还是要强一些的 主要体验在两个点 第一是我的脚是有地儿放的 不会卡住 所以我的腿是可以比较舒展的 另外是它的座椅 坐垫和靠背都非常非常软 这个真的是还挺舒服的 所以我体感坐在这儿 并没有觉得很难受 另外是它的装载能力 第二排座椅是可以完全放倒 还支持四六开 后备箱的灵活变化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坐三个人的话 后面还可以放挺多的东西 大家来感受一下 再来说前排 整体设计比较简洁 我比较喜欢中央导台这里 选顶换挡 手刹用着很顺手 下面这里还有个很大的开放式储物 缺点就是 这里只能放手机 没有无线充电 不过这车配置上也有亮点 最低配也给到了前排的座椅加热 这对北方冬天可太友好 最后说一下车机的部分 没有特别突出的功能 但流畅度 以及导航音乐这些 常用都没问题 而且这个车机版的高德导航 能告诉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还剩多少电量 我实际体验 这个预估还是挺靠谱的 对了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实际续航和能耗 最低配 标称CLTC415公里 实际在北京冬天 开暖风 大概能跑350公里左右 这台车开着不错 实用性也不错 但最终影响购买 还得是价格 我们这个最低配 出海冠军版 性价比超高 优惠后11.58万 415公里续航 常用的配置都不缺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是最值得关注的 如果有朋友觉得续航还不太够 那么再加1万多 就有520公里续航的版本 动力也会进一步提升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夸张的 四驱版 030.8秒 16万多的售价 应该是最亲民的三秒俱乐部成员了 这家伙 欧洲人得羡慕死 这个配置在他们那儿 要和人民币接近30万了 OK 聊完了选买 我还想再跟大家聊聊宏观层面 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 2023年 中国汽车出口超过500万辆 超越了日本 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 MG和其他中国品牌一起 贡献了重要力量 其中MG还大部分销往欧洲 大洋洲等发达国家 并且成为销灌 中国汽车真的开始影响世界了 各位不值得点个赞吗 感谢观看